哈囉大家好我是雲霸 昨天剛從Nightboard的台灣代理商羅宋棠 他們寄給我這台 他們新出的Air T15 Nightboard的電動滑板車 那這台電動滑板車它是具輕量化 而且它重量只有10公斤 那因為外面正在疫情 而且又正在下雨 所以我今天就直接在家裡 開箱這台電動滑板車 那到底長怎麼樣呢 OK 我們就直接來開箱吧 Let's go 那這台滑板車其實我笑想很久 終於終於有機會來開箱 OK 話不多說我們就直接來開箱吧 再來秀出我們的T15出來 好 這邊是所有Nightboard Air T15滑板車的配件 包含Nightboard Air T15的電動滑板車 還有它的變壓器 AC變壓器 它是42V的 然後還有3片 這個戴水煙黏膠的橡膠片 好 我們現在來到戶外 現在是疫情期間 所以我們全程戴著狗罩 然後目前我在這個滑中橋下都沒有人 所以大家放心 沒有群聚問題 這一次它全機採用的是鎂合金機身 非常的強固 非常的堅固 你一騎上去你就會發現 它真的是比較耐用 那整個車身非常有彈性 那所有的車身啊 白色部分幾乎都是金屬的 你看 敲起來都是金屬的 只有這個部分是塑膠的 其他都是金屬的 它的另外一個特色就是 它可以一鍵摺疊一秒收納 什麼意思咧 它在這個地方啊 前端這個地方 做了一個類似像板機一樣 搬一下 這個摺疊就可以直接收納 然後再往下一搬 就扣上了 它可以折到這麼小 然後你就可以把它拎起來 你看它可以折到這麼小 厚度就只有這樣 然後接著就可以拖行帶著走 整個收到車子的後車廂啊 就非常的簡單 收在家中的任何角落也很輕鬆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外觀喔 我真的覺得這一台LT15啊 它整個設計非常的洗練 非常的到位 而且很有未來感 它全身上下幾乎沒有一點 那種多餘的設計 整個車殼都是白白的 然後很極簡 高度只有22 寬度也只有20 然後長度只有一公尺 一公尺再多一點點 也就是說它整個做得非常極簡 讓你在收納啦 提型啦 拖行 都會顯得體積非常小 那還有這個地方是 這個是隱藏式的充電槽 然後它同時也是腳撐 你看這樣搬開來 充電孔就在這個地方 然後它剛剛好 也是一體成型的腳撐 所以你不騎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子把它搬下來收納 搬下來之後還可以充電 整個是一體成型的 整個都做得非常漂亮 這個腳撐也是金屬的 不過比較可惜的就是 在這個腳撐的下半部啊 它也是金屬而且做烤漆 那我就還蠻怕它刮傷的 所以之後我可能會去 再去切一塊橡膠墊 保護它 要不然就去包模 整個質感真的是非常好 我個人非常喜歡這一台 然後這一塊擋泥板 原廠它附了三片 都是用黏貼的方式把它貼上 那這個地方是可以更換的 因為它同時也是腳踩的煞車筆 踩一下 然後你可以做後輪的自動 因為電機馬達在後方 所以做後輪的自動 那它還有一個特色就是 你在包裝盒的緩震保利龍啊 你還可以把它當做你的收納架 那它的儀表板啊 做在這個地方 是有一點半透明的感覺 這邊有兩個按鈕 右手是油門 左手是電子煞車 壓一下你的電子馬達 就會被速限 那就會慢慢的緩下來 那如果你遇到緊急狀況 要踩煞車的話 後方你也可以自己腳踩煞車 讓整個速度快速的降下來 再來我們來看到電池 這一次它把電池的部分 放在這個地方 一般的滑板車 它採用的是18650電池 而它是採用21700的離電池 會比較耐用 然後相對的它的續航力會比較好 那它的續航力 總續航力大概是12公里 那12公里的計算方式就是 假設我今天是60公斤 我就要算出去4公里 然後當地繞行4公里 回來再4公里這樣來計算 那它這個續航力 會隨著你的體重而改變 如果你的體重超過我的體重 可能80公斤或100公斤 你的續航力就會相對的縮短 那這台Air T15的最大載重是100公斤 那它採用的是前後防暴輪胎 這一次的都是實心胎 它不用充氣 所以你也不用怕破胎的問題 那Niball Air T15 它的電機馬達放在後輪 然後採用的是250W的電機 有智慧溫控裝置 那再來Air T15所有的操作 都跟以前不太一樣 這一次所有的開關都放在後輪 這邊壓一下 閉一下就開機 那開機之後你的前面板就會亮 那把手也很特別 轉一下 它就會卡一下定位 然後這時候你就可以開始騎乘 那當你開機之後啊 前面的日行燈就會全時間亮著 全時衡亮日行燈 那再壓一下的話 這個前面的大燈就會亮 那這個頭燈真的非常亮喔 現在是白天所以你看不出來 那晚上的時候 它大約是在3公尺外的地方會被照到 我實際測試喔 大概是連橋的對面 這樣的距離都可以照得到 實際上晚上我在亮的時候啊 它可以照到非常遠 差不多是30公尺以外的距離 都可以照得到 那這台Air T15啊 它跟市售的一般電動滑板車 不太一樣的地方就是 它會比較安全 它會希望你站在上面之後 往前駐跑一下 然後再按油門 有一點速度 時速3公里以上 然後再按油門 它才會產生電子的助力 像這樣 這時候按油門它才會有速度出來 當你按下煞車 然後或者是停止的時候 後方的煞車燈會亮 那你可以注意到它的後方煞車燈啊 也設計得很漂亮 有點像轎車的尾巴一樣 整個是環形的 我個人覺得它這個煞車燈啊 也非常漂亮 整個有那種轎車的感覺 再來我們來講到實際的騎身感受 就我自己而言啊 大家看我的身材 身高166然後體重60公斤 那這樣的中等身材啊 那在騎這台車的時候 我可以感受到它有一種 按油門就會有一種推背感 它馬力確實是非常強的 那20公里就是表定的20公里 不管你的體重多重 像我弟啊 它體重現在應該是90到100 它一樣可以用時速20公里的最高速度 去讓你騎行 那你可能聽時速20公里 就會覺得好像沒有很快 實際上在滑板車 這個20公里已經算是蠻快的 雖然在車身上面並沒有多做一些傳統的防震措施 比如說油壓緩衝啊 或者是風氣胎 可是它實際上的兩顆前後的防爆胎 它都有做了緩衝 所以我在騎乘一般的柏油路 或者是像現在看到這種紅磚道 我都覺得它的震動對我來說還好 OK 並不會說震到那種下巴快掉的感覺 我覺得還可以可以接受 那再來是所有的Nightboard的電動滑板車 包含它的獨輪車 或者像這種電動滑板車 或者是平衡車 它都可以連上Nightboard的9號出行的APP 那連上去之後啊 你可以看到你車子的所有的基本資訊 包含它現在騎了多少公里 剩餘的電量 然後它上面有一些功能啊 比如說定速巡航 定速巡航的意思就是說 當我在騎的時候 比如說我現在在河堤 前面是一大段直路 也沒有車也沒有人 那我想不要一直按著油門 這樣手會痠 我就可以按定速巡航之後 長按油門5秒 它就會開啟定速巡航 之後你就會保持這個固定的速度 一直往前騎 你就不用手一直按著油門 那再來是燈效 燈效這個地方啊 它可以設定這個分圍燈跟尾燈 那前面這個分圍燈啊 它可以有很多種模式可以讓你去選擇 比如說預設 預設就是白色的燈 或者是單色呼吸 就是你可以從下面的這個光盤 選擇任何一種顏色 讓它固定的衡量 然後或者是呼吸燈 或者是全彩RGB這樣子 或者是三種警示燈的變化 那這邊都可以讓你自己去做挑選 那尾燈也可以讓你做設定 比如說我要一直開著 或者是有煞車才開 能量回收就是當你遇到下坡的時候 那你平常可以設定能量回收 那你能量回收強的時候 那你碰到下坡 它就會給你很大的阻力 利用下坡產生的動能 轉換成電池的電量 這個能量回收越強的時候 你放開油門 產生的阻力就會越大 那這個能量回收啊 就看大家平常使用的習慣 像我個人就是開到中間 就是讓它有下坡的時候 就多少補一些電力回來 這是G30 相較於G30啊來說啊 雖然一樣號稱可以折疊 你看它收起來的體積還是差這麼多 它整個就是三角形的結構 然後要放到後車廂 基本上我的車子是先備車 是放不下的 可是這台LT15就完全沒有問題 然後再來是兩台的重量 也會差非常多 這一台重量高達19.5公斤 你把它算20公斤好了 單手要拿著 好 非常的吃力 你可以看到我手的輕筋都爆出來 那這台LT15 它全車的重量只有10.5公斤 10.5公斤 所以拿起來算是輕鬆 好拿 它有另外一個缺點就是 它再折起來之後啊 你可以脫型 可是它並沒有設計 可以讓你單手提的提把 你就只能整台這樣子把它抱著 抱著走 可能抱去車廂上面放著 可能抱上公寓然後走上樓 可是還好因為它沒有到很重 所以你這樣拎著抱著它走 其實是也還好 那這台LT15啊 像我現在我的兒子站在這邊啊 它的高度大概是到它的胸口 對我來說是剛剛好 對於小朋友來說啊 它可能就沒有這麼適合 它這個龍頭的高度是固定不能調 這有點可惜 如果可以升降的話我覺得會更好 那我們來總結一下喔 如果你現在正要挑一台滑板車啊 那如果你家裡跟我一樣是住公寓 然後你每天有很多樓梯要爬 然後你要進出捷運 或者是你剛好現在碰到疫情 你想要挑一台電動滑板車 作為代步 那我建議你一定要把重量考慮進去 那這台Nightboard Air T15它只有10公斤 那摺疊起來的體積 剛剛你也看到非常小 那整個外觀非常時尚 非常具有未來感 雖然它的續航力只有短短的12公里 可是畢竟重量就是拿續航力來換的 但是相對的如果你追求的是戶外騎乘的感受 你喜歡兜兜風 然後你家裡有電梯 然後公司上下樓都有電梯做代步 全程你都不用考慮到提的問題 那你就非常適合這一台 那這台Nightboard G30 Max 也是我目前騎過最舒服最穩的一台 可惜它的缺點就是重的要死 那像我住公寓啊 我最終還是得跟重量妥協 我最後還是選了這台Air T15 作為我最終的代步工具 好以上就是這個Nightboard Air T15 這台電動滑板車的介紹 那如果大家對這台滑板車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是雲棒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